第四章 金钱 即使拥有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 我们也很快就会发现 那个空虚人在那里 它是一个无底洞 艾克哈特托尔 当下的力量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婚姻之后 我跟丈夫分开了 离开的时候 我仅仅带走了一些随身物品 我甚至没有带走孩子 因为他们的父亲决定跟他们一起生活 我全然相信自己可以一个人生活下去 而且也很感激自己 现在可以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来讲 那时的我已经领悟到 幸福并不来自于外在的物质 所以我不需要任何财产 而且拥有的越少 我就越发感到自由 有一个朋友建议我们一起合租房子 这样我们都可以搬到一个更加漂亮宽敞的地方 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我们俩找到了一栋很漂亮的连排别墅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承受这栋房子的租金 但因为可以证明我们有两个收入来源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成为了房客 结果在签约的前两天 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他改变主意了 他准备到亚利桑那州去生活 于是我马上就通知了房地产中介 告诉他这个合同要改到我的名下 而我成了唯一的陈租方 对方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他对我已经知根知底了 签了为期一年的合同 并搬入新家不久 我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收到工作邀请 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轻松地支付租金 而不需要跟任何人分摊房租 八个月后房主打来电话 说他想卖掉这栋房子 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他 他愿意给我优先选择权 但如果我不感兴趣 就必须要在九月前搬出去 我当然很想买下这个房产 继续住在这里 但怎么买呢 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付首付 因为我是一个会计师 所以我明白我没有贷款的资格 我的理性告诉我 现在就开始整理形状 准备搬家吧 但是自己的内在 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 那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就在那一刻 我对自己说 如果神认为这个地方适合我 他会给我送来一个贷款的 因为我目前真是束手无策了 我必须放开 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臣服信任 并把整个事情都交托给宇宙 后来有两个人告诉我 他们也许可以帮助我 减免一些手续 以便获得贷款 然而当合同到期 我还是没有得到贷款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房主 坦白实情 我决定不去担心 自己到底要怎么跟他说 或说什么来说服他 我只是充满信心地 把这个情况交托出去 全然地信任 当我把实情解释给他听 令人惊讶的是 他回答道 OK 玛贝尔 事实上现在也不是 卖房子的最佳时机 所以我可以跟你续约 你把这个合同 改一下传真给我 我给你签字 后来我并没有打电话 给那个帮我弄贷款的人 而乔治 却直接打电话跟我说 他可以帮助我 而且在合同到期之前 他就帮助我获得了贷款 真得谢谢他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事情的结果 不再担心当前的状况 放弃对自己的主观判断 意识到我们的确什么也不知道 完全交托自己 并接纳生命的过程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可能体验到 生命之流的美妙 一切都会变得轻松简单 好运也将源源不断 神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如果我们观察周围 就会发现 神的创造无边无际 又很丰盛 只有人类的创造 才是贫乏和局限的 鸟儿们飞翔的无忧无虑 因为它们知道 自己会在四周找到食物 无需远离生活的区域 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需要我们充满信心和信任 这是宇宙需要我们 踏出的唯一一步 如果我们能够信任 并且学会臣服 一切所需 都会轻松来到我们身边 重要的是 你要用心 而不是用脑 去理解宇宙不会让我们 匮乏的善意 并且对这点 要百分之百的坚信 当我们认为自己的祈祷 没有得到回应 也没有任何效果产生时 那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倾听 很多时候 我们把神当成了我们的仆人 我们跟他要求这 要求那 告诉他该怎么做 需要什么颜色和时间等等 可这并不是宇宙运作的法则 我们必须学会不做任何期待 请求最适合自己的事物到来 然后充分释放 不再执着 神在生命中的每一刻 都只会奉上完美 领悟这个的秘诀 就是交托 不执着 损顺生命之流 对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保持开放与接纳的心态 我们的问题在于 我们总是抱有期待 我们总想提前得到那些东西 没有耐心 又很缺乏弹性 我们意识不到 所有的一切 都只来自一个源头 而那个源头 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了解我们需要什么 什么时候需要 和怎么获得 我们以为 是通过自己的工作 伴侣 投资选择 创造了那些机会 而实际上 这只是事物以不同的方式 呈现而已 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 只是因为有另外一扇门 已经自动打开了 当一个问题出现时 我们最糟糕的选择 就是马上开始担心焦虑 这样做 我们就会陷进去 也限制了自己 因而吸引来 更多我们不想要的事物 事实是 我们就像一块磁铁一样 心里想什么 就会引来什么 重要的是 活在当下 而我们 往往把整个生命 都浪费在 过去的记忆和经验里 或者 消耗在 对未来的担忧中 金钱 和任何一样东西一样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它就来了 不会提前 也不会迟到 我们只需敞开我们的心 让信任充满它 有人 曾经跟我讲过 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人 要外出 看到有三个 长胡子老人 坐在他家花园前 由于他不认识他们 所以他说 虽然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 我想也许你们都饿了 到我们家里 来吃点东西吧 长胡子老同门问道 这个房子的男主人在家吗 他说 他不在 三个老人说 哦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不能进去 到了晚上 女人的丈夫回到了家里 女人把事情告诉给他听 丈夫说 告诉他们 我已经回来了 请他们都进来吧 女人出门 邀请老人进来 老人回答 我们三个人 不能同时进去的 女人问 为什么呀 这时候 其中一个老人 只向另外两个老人说 他的名字叫财富 而他的名字叫成功 我的名字叫爱 你回去 跟你的丈夫商量下 你们想请 我们三个人中的 哪一个进去吃饭 于是 女人回去 跟他的丈夫商量 男人很开心地说 太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请财富先生进来吧 请他给我们带来丰盛 太太不同意 她说 亲爱的 为什么我们不请成功先生进来呢 这对夫妇的女儿 一直在听他们的对话 然后他跑过来对父母说 请爱先生不是更好吗 那样我们的屋子就会充满了爱 男人跟妻子说 让我们听女儿的吧 请爱先生进来 女人走出来问这三个老人 你们之中哪一个是爱先生呀 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家的客人 爱就站起来往屋子里走 结果另外两个老人也站起来跟随着他 女人很惊讶地问 我只请了爱进来 为什么你们都一起进来了 老人答道 如果你请的是成功或者财富 那么另外两个一定会待在外面的 但是你现在邀请的是爱 无论爱走到哪儿 我们都会跟到哪儿 可见爱所在之处 必有成功与财富 金钱并不邪恶 然而只把金钱放在第一位 就会变得很可悲 当我们为了钱而努力 一切都显得困难重重 钱会从我们的手中溜走 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那些可以带给我们幸福 和满足感的事情 那些即使不计回报 也让我们乐此不疲的事情 每一个人天生就有一些禀赋 可以比别人更擅长某些事情 这些礼物来自我们的内在 而非一纸大学文凭 丰盛和繁荣 是跟我们的意识紧密相连的 当我们觉悟自己的本性 我们便会知道 自己已经拥有了所需的一切 在觉悟的那一刻 我们就已然活在繁身之中了 当我们敞开自己的心 充分信任 我们便准备好要接纳一切 即将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生命礼物了 第四章 金钱 即使拥有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 我们也很快就会发现 那个空虚人在那里 它是一个无底洞 艾克哈特托尔 当下的力量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婚姻之后 我跟丈夫分开了 离开的时候 我仅仅带走了一些随身物品 我甚至没有带走孩子 因为他们的父亲决定跟他们一起生活 我全然相信自己可以一个人生活下去 而且也很感激自己 现在可以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来讲 那时的我已经领悟到 幸福并不来自于外在的物质 所以我不需要任何财产 而且拥有的越少 我就越发感到自由 有一个朋友建议我们一起合租房子 这样我们都可以搬到一个 更加漂亮宽敞的地方 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我们俩找到了一栋 很漂亮的连排别墅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能承受这栋房子的租金 但因为可以证明 我们有两个收入来源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成为了房客 结果在签约的前两天 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他改变主意了 他准备到亚利桑那州去生活 于是我马上就通知了房地产中介 告诉他这个合同要改到我的名下 而我成了唯一的陈租房 对方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他对我已经知根知底了 签了为期一年的合同 并搬入新家不久 我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收到工作邀请 很快我就意识到 自己完全可以轻松地支付租金 而不需要跟任何人分摊房租 八个月后 房主打来电话 说他想卖掉这栋房子 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他 他愿意给我优先选择权 但如果我不感兴趣 就必须要在九月前搬出去 我当然很想买下这个房产 继续住在这里 但怎么买呢 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付首付 因为我是一个会计师 所以我明白我没有贷款的资格 我的理性告诉我 现在就开始整理行装 准备搬家吧 但是自己的内在 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 那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就在那一刻 我对自己说 如果神认为这个地方适合我 他会给我送来一个贷款的 因为我目前真是束手无策了 我必须放开 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臣服信任 并把整个事情都交托给宇宙 后来有两个人告诉我 他们也许可以帮助我 减免一些手续 以便获得贷款 然而当合同到期 我还是没有得到贷款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房主 坦白实情 我决定不去担心 自己到底要怎么跟他说 或说什么来说服他 我只是充满信心地 把这个情况交托出去 全然地信任 当我把事情解释给他听 令人惊讶的是 他回答道 OK 玛贝尔 事实上现在也不是 卖房子的最佳时机 所以我可以跟你续约 你把这个合同改一下传真给我 我给你签字 后来我并没有打电话 给那个帮我弄贷款的人 而乔治却直接打电话 跟我说他可以帮助我 而且在合同到期之前 他就帮助我获得了贷款 真得谢谢他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事情的结果 不再担心当前的状况 放弃对自己的主观判断 意识到我们的确什么也不知道 完全交托四季 并接纳生命的过程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可能体验到 生命之流的美妙 一切都会变得轻松简单 好运也将源源不断 神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如果我们观察周围 就会发现 神的创造无边无际 又很丰盛 只有人类的创造 才是贫乏和局限的 鸟儿们飞翔的无忧无虑 因为它们知道 自己会在四周找到食物 无需远离生活的区域 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需要我们充满信心和信任 这是宇宙需要我们 踏出的唯一一步 如果我们能够信任 并且学会臣服 一切所需都会轻松来到我们身边 重要的是 你要用心 而不是用脑 去理解宇宙不会让我们匮乏的善意 并且对这点要百分之百的坚信 当我们认为自己的祈祷 没有得到回应 也没有任何效果产生时 那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倾听 很多时候 我们把神当成了我们的仆人 我们跟他要求这要求那 告诉他该怎么做 需要什么颜色和时间等等 可这并不是宇宙运作的法则 我们必须学会不做任何期待 请求最适合自己的事物到来 然后充分释放 不再执着 神在生命中的每一刻 都只会奉上完美 领悟这个的秘诀 就是交托 不执着 损顺生命之流 对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保持开放与接纳的心态 我们的问题在于 我们总是抱有期待 我们总想提前得到那些东西 没有耐心 又很缺乏弹性 我们意识不到所有的一切 都只来自一个源头 而那个源头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了解我们需要什么 什么时候需要和怎么获得 我们以为是通过自己的工作 伴侣 投资选择 创造了那些机会 而实际上 这只是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而已 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 只是因为有另外一扇门 已经自动打开了 当一个问题出现时 我们最糟糕的选择 就是马上开始担心焦虑 这样做我们就会陷进去 也限制了自己 因而吸引来更多我们不想要的事物 事实是 我们就像一块磁铁一样 心里想什么就会引来什么 重要的是 活在当下 而我们往往把整个生命 都浪费在过去的记忆和经验里 或者消耗在对未来的担忧中 金钱和任何一样东西一样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它就来了 不会提前 也不会迟到 我们只需敞开我们的心 让信任充满它 有人曾经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人要外出 看到有三个长胡子老人 坐在她家花园前 由于她不认识他们 所以她说 虽然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我想也许你们都饿了 到我们家里来吃点东西吧 长胡子老同门问道 这个房子的男主人在家吗 她说她不在 三个老人说 哦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不能进去 到了晚上 女人的丈夫回到了家里 女人把事情告诉给她听 丈夫说 告诉他们我已经回来了 请他们都进来吧 女人出门 邀请老人进来 老人回答 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进去的 女人问为什么呀 这时候 其中一个老人 只向另外两个老人说 她的名字叫财富 而她的名字叫成功 我的名字叫爱 你回去跟你的丈夫商量下 你们想请我们三个人中的 哪一个进去吃饭 于是 女人回去跟她的丈夫商量 男人很开心地说 太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请财富先生进来吧 请他给我们带来丰盛 太太不同意 她说 亲爱的 为什么我们不请成功先生进来呢 这对夫妇的女儿 一直在听他们的对话 然后她跑过来对父母说 请爱先生不是更好吗 那样我们的屋子就会充满了爱 男人跟妻子说 让我们听女儿的吧 请爱先生进来 女人走出来问这三个老人 你们之中哪一个是爱先生呀 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家的客人 爱就站起来往屋子里走 结果 另外两个老人也站起来跟随着他 女人很惊讶地问 我只请了爱进来 为什么你们都一起进来了 老人答道 如果你请的是成功或者财富 那么另外两个一定会待在外面的 但是你现在邀请的是爱 无论爱走到哪儿 我们都会跟到哪儿 可见爱所在之处 必有成功与财富 金钱并不邪恶 然而 只把金钱放在第一位就会变得很可悲 当我们为了钱而努力 一切都显得困难重重 钱会从我们的手中溜走 它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那些可以带给我们幸福和满足感的事情 那些即使不计回报 也让我们乐此不疲的事情 每一个人天生就有一些禀赋 可以比别人更擅长某些事情 这些礼物来自我们的内在 而非一纸大学文凭 丰盛和繁荣 是跟我们的意识紧密相连的 当我们觉悟自己的本性 我们便会知道 自己已经拥有了所需的一切 在觉悟的那一刻 我们就已然活在繁盛之中了 当我们敞开自己的心 充分信任 我们便准备好要接纳一切 即将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生命礼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